Hello大家好我是丁丁 欢迎回到韩版2月第三周的更新内容 本周更新主要是针对系统上面的优化比较多 那我们赶快来看一下有哪些优化 第一个就是龙之珍珠改成可以存在仓库里面 太棒了 第二个就是我们的所谓的补充宝石 全部都变为零重量 重量下杀 第三个这个比较特别 这个是说在2月21号时候会发放一个 更新的开发者信件给大家 跟我们台版比较没有关系 中目魔杖的活动再度开启了 第五个内容就是 本周的血蒙捐献有金币捐变两倍 这个就是我觉得比较好的更新优化 法师的召唤物已积变小了 胖的话开启就可以优化它的外观占比的空间 可以从环境设定这边去调整 下面一个更新 这个就是针对维护女神 新增的功能就是可以像旅馆一样 迅速把血模补满 让女神的祝福 然后这个女神的祝福 它会有每周的排名更新 你只要这周使用的女神祝福越多的话 就可以获得这个称号 称号的能力只是无视PVP减免加一 好下面这个是优化了 娃娃跟圣物探索的一键领收 让你当娃娃全部都是完成或死亡的时候 就可以使用右下角这个一键领收 去进行全部的回收 不用一个个点 好以上就是韩版本周的更新内容 希望你们会喜欢 我们下支影片再见咯 大家拜拜 拜拜 by bwd6 by bwd6 by bwd6